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比如大家熟知的商朝时期的笔竿 秦桓公手下的管中 秦孝公手下的商鞅 还有接下来为大家讲述的明朝的宰相于谦 提起他的名字想必大家也不陌生 于谦出生于官宦世家 祖上世代为官 他的祖父对于朝中的儿与我诈十分看不惯 因此没做几年官便辞官回家选择已居 于谦与自己的祖先想法却不同 他希望自己长大之后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于谦进入官场之后为官清廉 不收取任何贪污而来的钱财 对于皇帝的错误也是直言不讳 皇帝知道他是一位忠臣 因此对于他的建议也愿意财纳 于谦做官几年后 汉王谋反了 明宣宗亲自出征 于谦一同随行 汉王很快被打败 之后明宣宗派于谦审问汉王 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 竟然让不可一世 嚣张跋扈的汉王 心甘情愿向明宣宗认错 明宣宗认为于谦值得信任 于谦没有辜负皇帝的希望 为官期间得到百姓的爱戴 但随着明朝的不断衰落 之后上位的明宇宗 却因为自己上位时 于谦服侍另一人而耿耿于怀 做上还文后 第一件事 便以企图谋反的罪名将于谦处死 一代忠臣这样被处死 也让不少百姓远生载道 按照当时的规定 朝廷命官去世之后 家中所有财产都要归国家所有 士兵在搜寻于谦家中时 却发现他的家中空空如也 搜了很长时间 也只找到一个大箱子 士兵们打开箱子 发现里面只放着当时 明宇宗送给于谦一件 满袍和一把戾气 士兵们如实汇报 听到这件事 明宇宗失声痛哭 想必也十分后悔 轻易将一个为百姓 做事的好官杀害 但如今也无济于事了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 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